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针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纠纷 中国也受到了外国媒体的频频刁难 在俄罗斯即将反华的这一关键时期 西方媒体试图妄想要利用舆论 离间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 步步紧逼的提问 试图想要让中国进入其设下的圈套 对中俄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1月17日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法新设计者就目前乌克兰危机的提问 基于中国一贯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 中国是否担心乌克兰被俄罗斯颠覆政权 或者是直接吞并 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 而且不满陷阱 事实上 中国确实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主张 偶尔在他国问题上发言 也更多是站在国际人道主义 或者是世界和平的角度发言 而且这一方针也是中国拒绝境外势力 干涉台湾问题或者是 涉疆议题最重要的外交武器 但是现在乌克兰危机严峻 俄罗斯随时会对乌克兰出兵 中国应该作何立场 如果中国表示不干涉 那就是等同白云态度 如果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与北约开战 中国将不会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事实上被孤立 西方将更加有恃无恐 但是如果中国表示支持 那就等同于否定了中国过去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针 理由很简单 本次乌克兰危机本质上就是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俄罗斯拒绝引起的 中国如果干涉 未来西方就有理由干涉台湾问题和涉疆议题 所以这个记者的提问等于是逼中国战边 是要维护一贯的立场 还是要支持俄罗斯 不难看出 这个问题是非常难以回答的 但是在现场 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却用十分智慧的回答成功绕过了西方的陷阱 赵立坚的原话 大家可以通过有关新闻了解 其中的关键信息在于其中一句话 即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性的全球安全观 倡导平衡公正对待相关国家的安全关切和安全倡议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促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这句话可以说妙的豪点 妙在哪里呢 关键就在于 赵立坚并没有强调于干不干涉内政这一话题 而是即交于安全与平衡这两个关键词 为什么赵立坚着重于强调这两点呢 事实上 本次乌克兰危机表面上看 是俄罗斯反对与乌克兰加入北约引起的 一定程度上算是干涉了乌克兰和北约的内政 这就是西方的逻辑 乌克兰和北约的事情关你俄罗斯什么事 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恰恰相反 俄罗斯并不是在干涉他国内政 而是关心本国安危 更烦的是 俄罗斯一旦受到北约的战略威胁 中国北方也会朝不保夕 只要俄罗斯垮台 北约就能堂而皇之地再与中国接壤处 部署大规模攻击性武器 到时候别说东北和内蒙了 就连华北都难以幸免于难 俄罗斯的诉求一直都很明确 你是要求北约停止东矿 这在很多年前 北约曾经向俄罗斯承诺过 然而如今却想要把这个承诺再一次撕碎 二是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地理位置特殊 跟俄罗斯有些相当大面积的边境接轨 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将失去最后的防线 俄罗斯对此坚决不能接受 以上两点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诉求 克里姆林宫已经把自己的诉求降到了最低 甚至没有额外要求西方国家对取消 俄罗斯多年来的一系列不正当的经济制裁了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依旧寸步 不让也就罢了 还不停地对俄罗斯步步紧逼 甚至还在国际上不断渲染 俄罗斯想要武力入侵乌克兰 鼓吹俄罗斯企图吞并乌克兰之类的谣言 而该记者的提问却只是提俄罗斯可能会被吞并 或者是颠覆乌克兰 却绝口不提 若俄罗斯不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将招不保息这一事实 等于是将原本复杂的矛盾给简单化了 而赵立坚的回应说穿了就是 告知全世界本轮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的所作所为 为的其实是中俄和西方之间的战略平衡 也是中俄自身的安危 在这种时候 所谓的干不干涉他国内政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俄必须为本国的存亡而战 所以赵立坚这个回复 智慧之处就在于 既巧合地避开了外媒记者有关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原则的挑战 又委婉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既和平统一和平保证不了的时候 中国也不排除会大规模支援俄罗斯这一选项 据《环球时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2月初前往中国访问 届时也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不仅如此 俄罗斯外长还公开表示 中俄之间还将举办两国元首会晤 对两国的合作工作进行加强 不管从哪一方面看 中俄之间互帮互助和谐友情 对中俄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2021年期间 贸易额超过了1300亿美元 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阿列克切表示 按照目前增长的趋势 在大危机结束后 中俄贸易额或许会实现大幅增长 将再度突破2021年的记录 阿列克切兴奋地表示 到2024年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也许会接近 甚至是超过2000亿美元 实际上对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中俄都信心十足 2021年11月 俄罗斯实用公司表示 中俄之间的贸易合作取得了成功 多家媒体也曾经预测称 中俄之间的全面合作将会更上一层楼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也一直十分认同中国的实力 去年12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中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经贸合作国 普京还认为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并建议俄罗斯向中国学习相关的做法 普京在采访中表示 中俄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是实无前例的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人们信赖的关系 实际上 这并非普京第一次如此赞扬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 早在2019年年底 普京并表示 中俄之间的信赖前所未有 在2020年10月 普京也表示 双方不仅有贸易往来 还会交流部分技术 中俄之间的合作十分的高效稳定 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 中俄之间虽然交流紧密 但中俄曾不止一次表示 两国不会建立军事同盟 但美国依旧对此担忧不已 甚至多次挑说中俄关系 据媒体报道 前段时间 一位前外交官曾表示 美国错失了阻止中俄接近的机会 但如今 俄乌局势给美国创造了新的机会 美国可以利用乌克兰来换取中俄不结盟 不得不说 这一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中俄从未有过结盟想法 中方也多次表示不会与任何国家有任何形式的结盟 普京也曾强调 不打算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但美国依旧执着于自己下自己 并为此闹出了不舍笑话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 有媒体不害好意地提问道 中国已经开始研制了新航母了 俄罗斯会不会害怕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不反对中国军事化 令记者没想到的是 普京的回答十分直接 报道称 普京在听到这一问题后表示 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是威胁 普京称 中国十分友好 中国从未将俄罗斯视为敌人 普京反问记者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一点吗 通过过往 普京的言论足以看出 中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但美国等国 大可不必为此担忧 使用各种手段阻止中俄往来 更是弄巧成拙 在中俄关系面对考验时 所面对的劝阻最大的 就是西方国家的挑拨 毕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害怕的 便是中俄之间的联手 一旦中俄联手 那么美方所面临的阻碍 也将会翻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你 所以 我们下期见 解决